闲言少叙书归正文 这些咱们书就不细表了 皇帝给了岳飞十万人马 户部剥粮草 要征脚两处所在 一个是山东九龙山 反了杨再兴 再一个是胡州太湖 反了契方罗刚好先一众水扣 岳飞先打哪呢 先打九龙山 为什么 九龙山的反贼 这个响马叫杨再兴 这个人 是咱们这套说岳 非常有名的 一元大将 而且最后呢 惨死小伤和 这您各位都熟悉 就如同高宠牛头山 挑和车一样 死得很壮烈 这是一方面 关键的是杨再兴是名门之后 当初岳飞在武克场枪瓢小梁王之前 您听我说这段书 那依然是将近两年前了 这段书叫大象国寺 闲听平话 教军场中四抢状元 回目 就是牛稿啊 在京城待着没事干 出来逛 牛稿一打听说哪最热闹 说大象国寺最热闹 牛稿奔这来了 大象国寺这里边 做买的做卖的热闹繁华 牛稿别的不好气 好听书 大象国寺这里边啊 哎 一家一家一家 都是书棚 这搭子迷习棚 里边有说书先生在这说书 哎 大条凳 坐着观众 牛稿呢 他也不知道哪个习棚里书好听 正好前边有二位 也是武生 进京赶搞的吗 一个穿白 一个穿红 他跟着人这二位 过去的听书 你也得买票 是不是人门口这 也有人呢 结果人家这一花钱呢 以为呀 这牛稿是跟着这二位一块来的 哪知道这牛稿是听刺来的 结果跟着这二位的牛稿也就进去了 好 这一听书了不得了 先听这部书 叫道马金枪杨家将 再听这部书 叫大随堂 连着听两部书 听这两部书呢 人这二位呀 高兴 多给说书先生赏银 除了书资之外 单给小费 牛外不明白 说什么了就给这么多钱 他不明白 这二位这二位起身呢 他跟着也走 等于呢 白听了两场刺书 他是不知道 穿白的穿红的这二位 就是说的这两部书 其中的书胆 的后人 一个是杨家将 穿白的就是阳门之后 穿红的这个呢 就是大随堂里 罗成 罗之静的后人 这二位出来呢 就问教军场 两个人呀 哥俩挺好 说咱呀 先练练 多是不练武艺呀 有些生疏 咱们练练 两个人说呢 可就有点玩笑 说谁赢了 咱们可就是投名状元啊 其实没这事 牛稿在后边一听 你们俩赢了就状元了 那哪成啊 状元在这我大哥的 好牛稿不服 跟着这二位也来了 话不投机 当场动手 这一动手啊 牛稿连这俩的一个 都打不过 何况人家这俩人呢 眼看牛稿就性命之忧 岳飞岳鹏举到了 岳飞这一来 了不得了 单枪破双枪 穿红的看了看 穿白的 穿白的看了看 穿红的 星河状元 必是此人 俩人不敢打了 驳马就走 岳飞这一问 请二位英雄 留下尊姓大名 两个人抱通名姓 山后杨再兴 是胡广 罗延庆 俩人走了 事后回来 再一问牛稿 牛稿把听书的过程 跟岳飞一说 岳飞心里可就明白了 这二位 为什么那么大方 一听这二位 暴通名姓 尤其是这杨再兴 山后杨再兴 这山后指的是呢 指的是他的故土源纪 什么地方 太行山一北 你要知道 在五代之时 在太行山北 这儿设了他八支军队 抵抗突厥 后来 您都知道 儿皇帝石敬堂 县燕云十六州 其中就有山后四州 山后是个地名 就这块地方周围 这四座周城 也都割让出境 那么老杨家 就是山后人 就是太行山的人 所以说杨再兴 这一报名 岳飞再一琢磨 他听这书 岳飞可就知道了 这必是杨家将的后人 这根弦一直在 这脑子里绷着 现如今二次复出 一听说杨再兴造反 您说岳飞 能没有爱将之意吗 岳飞必然要收留此将 所以首要之急 当要的任务 怎么样 先奔九龙山 十万人马浩浩荡荡 杀奔九龙山 派牛苟 为前部正印先锋关 带领三千人马 冯山开路 御水碟桥 岳飞自领中军 长子岳云 催鸦粮草 暂不提岳飞父子 单说二爷牛苟 带领三千先锋军 一路之上 鸡餐可饮 小行夜住这一天 可就来到山东九龙山下 牛苟急脾气 先打仗 再扎赢 赢了 最好 输了 再歇着 先建一仗 万一我这运桥赢了呢 这本就不用大哥费事了 我直接就上功劳部了 牛苟啊 还是贪功的心切 手下人也都知道 二爷这脾气 好 三千人马来到九龙山下 呐喊声音叫战 早有楼楼兵抱到山上 杨再兴闻听啊 来了一支人马 三千宋军 杨再兴把嘴一撇 没当回事 有能耐 心里边不在乎 点齐五百楼楼兵 杨再兴 尤打山上可就下来了 来到两军阵前 这边 牛苟出马 胯下乌锥马 掌中双兵铁键 可就来到两军疆场 哎 九龙山的贼啊 认识你家牛老爷吗 他是卖卖粪 哎 看你只都不知道牛苟 他这一问呢 杨再兴啊 一瞧 微微的冷笑 我当是谁 这不是牛苟吗 呦 二爷一听 行啊 人的名 竖的眼 哎呀 我这腕现在大了啊 好山东地界 都知道我牛苟了 喝 哎呀 您瞧 这就是什么呀 牛苟没认出 杨再兴来 教军场还打半天 那时候都打糊涂了 现在没认出来 这就是杨再兴 可杨再兴呢 认识他 脑子挺好 一看 手下败军之将 所以杨再兴 更自信了 这一说 牛苟呢 还不理会儿 好 既然认识你家 牛老爷 为何不下马 受降啊 杨再兴什么 想 想谁 我也不能想你啊 你想我 差不多了 牛苟 少说朗言大话 哎 是不是你我二人 交交手啊 这一问呢 实际上是给你留个退身步 你要说呢 呦 我呀 觉得我能耐不成 哎 我含糊 你就撤兵 杨再兴也不能把你怎么样 你本身就是手下败将 杨再兴这人呢 那绝不会对手下败将 说 一直穷追猛打 不可能 所以杨再兴实际上 给牛苟留着退身步 牛苟呢 没认出来 自己还觉得自己挺了不起 好 喝 还想正蹦正蹦 好啊 咱俩来的 这一来坏了 牛苟没认出人家 这好这一打 您琢磨 杨再兴手里的条大枪 那叫杨家枪啊 各位 你要听杨家枪 谁不知道杨家枪啊 老令宫的刀 是老太军的枪 刀枪这两件军人 那在老杨家来说呢 顶了天了 杨再兴就算是 到这时候现在落魄了 没有杨家当初 那么生名显赫 那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那这能耐也不含糊 一个小小的牛苟 您说哪里是杨再兴的对手 杨再兴还挺给他留面子 怎么呀 让牛苟尽招 想看看牛苟这些年呢 长没长能耐 这一打上 杨再兴越打越撇嘴 还那样啊 还不地当初了呢 这能耐怎么还越来越回旧案呢 也是 您琢磨牛苟这些年 岁数又长了 肚子也长了 能耐可没长 竟养尊处优了 老太后一人干殿下 一提我谁谁谁干儿子 了不得呀 到哪都攒底 好 所以牛苟这些年 竟吃老本了 没练功啊 杨再兴这一瞧 这说越全战原文 您知道吗 这不能胡说呢 所以杨再兴这一瞧 行了 让你在我马前呀 走个十来个回合呀 够了 想到此处 再看杨再兴把招数加紧 这一来二爷可不成了 浑身上下呀 湿透了 汗流浃背是 筋软骨松 怎么办 牛苟知道不灵了 虚晃一简 拨转码头 往下就拜 众位 扯呼 一着急 行话喊出来了 三千兵九随牛苟啊 知道啊 早就做好准备了 牛苟这一说好 头改尾 为改头 断了线的风筝相仿 就拜下来了 杨再兴啊 平安立马 看着牛苟不追 犯不上 我为的是谁呀 我为的是斗岳飞 跟他我治什么气 看着牛苟走了 杨再兴带领人马回转山中 咱们暂且不表 单说二爷牛苟 败出十里地 安营下寨 这回不干他了 他的事实把营寨这一安呢 在这里边歇着了 等着大哥 两天之后 岳飞大队人马来到 一看 牛苟来迎接 一瞧这脸色就知道 要赢了 不是这样 兴高采烈 那得跟我报工 那得跟我显情 这一瞧 烟头大了脸 这甭说呀 这没打过人家 岳飞心恋明白 你也不是杨再兴的对手 但是还得要问一问牛苟 贤弟 胜负如何呀 大哥 这么说 反正我没赢他 他呢也没追我 那你不还是败了吗 你直接说你输了不就完了吗 你所战者何人呢 没来得及问 可这仗打的 我说怎么缺点什么呢 忘了通名报姓 没问的是谁 这人什么模样 个儿不矮 中等身材偏上 银盔银甲速罗战袍 胯下一匹白马 白马银枪 长得还行 枪法也不错 岳飞点点头 甭问了 这人 你见过没见过呀 我哪见过他呀 没见过呀 不对吧 要照你所说 这人定是九龙山作乱的杨再兴 杨再兴 难道你忘了吗 杨再兴 听这名 好像有点耳熟 您提吧提吧 在哪儿我见过他 五课场之先 你不听了两段评书吗 哦 岳飞这一提醒 你又搞叫如梦方醒 是 俩人 一个白脸 一红脸 一穿白 一穿红 杨再兴 哦 他就是杨再兴 所以说 你跟杨再兴 见过面 还真是 我说的呢 我没叫出他名来 他张嘴就叫出我名来 我还以为是我这腕太大了呢 哪哪都认识我呢 感情我们俩见了 真拿自己当回事 啊 杨再兴 你哪打得过他呀 你是他手下败将 我说的呢 嘿 哎呀 怪不得 他枪法那么好呢 当初我就输过他 对呀 下回啊 再打仗 记住了 务必要通名报信 赢了呢 好给你上功劳部 哎 输了呢 你哪怕惨死人手下 你也知道你让谁杀的 就这点好处啊 大哥 咱别烦笑啊 下回我一定通名报信 也就是了 好吧 既然这样 暂且休息 等明日清晨 本帅亲自去会杨再兴 当夜无数 转过天来 吃完了早蘸饭 岳飞这意思 要亲自出马会战杨再兴 两旁边重将一听 有点纳闷 元帅 杀鸡烟用宰牛刀 一个小小的杨再兴 还值得您亲自出马吗 啊 恩 我们谁去 不就行了吗 不 众家贤弟 各位将军 杨再兴 乃名门之后 将门胡子 本帅 有意收留 杨再兴 做个左膀右臂 日后啊 再战大金 这是我手下得力的战将 所以说 收服杨再兴 只可 智取 不可利亲 顾而说 本帅要亲自出阵 好 元帅 你要照这么说 您可要多加小心 各家贤弟 料也无方 这样 本帅还立个规矩 本帅跟杨再兴 在九龙山下一战 单对单 各对各 我们呀 一对一 单挑 你们呢 千万别上前 都在后边 照顾着营里 千万不要在营里 出一些事端 惹得我在两军疆场 走神 岳飞交代已毕 各位 为什么要铺垫这句话 有用 岳飞已然存下 恩收杨再兴之心 要不是单对单 各对各 以多为胜 岳飞手下 好几十元上将 呼拉望上一围 带多少人来 带十万人 甭说一座九龙山 十座九龙山 也打下来了 杨再兴九龙山上 不过数千楼楼 众寡相差 悬属 要硬攻啊 杨再兴不是对手 但岳飞有意不硬攻 为什么 就要智取为上 要恩收杨再兴 让杨再兴 心服口服 能为我所用 日后是我一条 好榜币 千军容易得 一将最难求 所以岳飞才下此令 你们大伙 别出着 看本帅一个人 大伙一听 那袁帅 那我们要跟着您出去 我们不上前 我们在阵后 我们消息消息 我们study and study 您看怎么样 行啊 那没问题 后退三剑之地 各位 岳飞这刀令传得很清楚 一剑之地都不行 拉弓抽剑 任扣田贤 设一剑这么老远 太近 三剑之地 退出三剑之地 看我跟杨再兴一战 不得上前 帮兵助阵 这些事情都交代好了 靠捞捞三声炮起 岳飞出营 早有楼楼兵 禀报杨再兴 杨再兴游打九龙山上 带领五百楼楼兵 来到山下 就在九龙山山脚以下 摆开了杀人的战场 双方 交兵见仗 面对面 对垒了 杨再兴呢 勒马停蹄 看岳飞 岳飞呢 勒马停蹄 看杨再兴 这一瞧 岳鹏举按条大指 杨再兴啊 不愧是将门之后 抬头看 戏留神 要看一看对面 这员大将军 雪恋亏 灌顶门 千锤打万锤针 能攻巧匠 费尽心 二龙斗 猪鹰衬 大将穿他呀 户头身 锁的甲 欠龙林 肃罗袍 内里衬 家人才 巧女真 是上秀团豪 下秀云 护心静 如月轮 寒光闪闪 冷森森 于太伟 两征群 上秀荷花 出水心 太阿剑 龙林喷 长购三尺零三分 昔日张良赠寒信 是力逼霸王 自稳身 宝雕功 力千金 弓弦响触 惊煞人 走兽胡 箭几根 百步穿羊 透敌心 两手端 枪一根 刚勾炸 是肃英分 龙细水 莽翻身 江场林敌 敌人败 是走马能取敌将心 跨下马 玉麒麟 头生脚 杜生林 长丝一生 赛龙银 薄如玉 亮丝银 浑身杂毛 五半根 上山敢与猛虎斗 下得北海 是把龙琴 盖世无双英雄将 拨万军中第一人 要问此人名和姓 山后杨再兴的威名 朕乾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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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再兴出来了 这个开脸与众不同了 这是高宠之后 岳飞手下的一员大将 故而说要得到 给他一个字的待遇 这要使个字了 不管怎么说 杨再兴 好看 银盔银甲 速罗战袍 胯下 波龙战局 掌中一条 五高神飞 亮银枪 杨再兴这枪 跟当初老杨家使的枪 不太一样 杨再兴这枪 带五把钢钩 刚才我说了 两手端 枪一根钢钩炸 速应分 龙细水 莽翻身 这里边暗藏五把钢钩 五沟神飞亮银枪 杨再兴看岳飞 岳飞看杨再兴 两个人应了那句话 叫兴兴相惜 岳飞呢 马往前来 对面 可是杨再兴 杨将军 杨再兴一听 岳飞认识我 不错 正是在下 你就是岳飞 岳飞 大帅啊 是啊 杨将军 别来 无恙啊 这一句话 把杨再兴问愣 岳飞 别套近了 咱俩什么时候见过面 啊 哈哈 再兴将军 贵人多忘事 怎么 当初 东京汴梁城 教军场一别 再兴将军 忘怀了吗 啊 岳飞 枪条小梁王的岳鹏举 就是你 不错 枪条小梁王之先 我与再兴将军还见过一面 哦 想起来了 教军场 我跟我贤弟 罗延庆 我们俩比划 来个黑探头牛稿 我们哥俩戏耍牛稿 又来了一个人 救下牛稿 当时 匆忙之间 我没问他姓名 他问我姓名了 我还报了名了 哦 那个人就是岳飞 一招败枪 让我和罗延庆 双双枪头落地 哟 我当时还说了一句 新科状元必是此人 看来果真应验了 后来枪条小梁王 龙门拜师将 这状元是岳飞的 果然是他 岳飞 要照这么说 你我倒是有上一面之缘 对了 杨将军 能否听岳某人一句良言相劝 讲 杨将军 你本是中梁之后 理应为国出力报效 缘和落草为责 听我相劝 不如你我二人 共保万岁 到那时驱除大金 还我大好河山 将军您 风气印子 也不辱莫门庭 不知将军意下如何 岳飞说得很清楚 拿什么劝杨再兴 你就是中梁之后 你们家不是说地井 就是贼 就是响马 你们老杨家那是大宋朝 晴天伯玉柱 驾海紫金粮 大宋朝的江山千斤重 老杨家 手托八百有余龄 您都知道 杨家将 四大家呀 忽杨高正 忽之所以排前面 是因为他 投送早 忽燕赞 到后边 双王 忽批险 再往后 那就得说是 忽燕平忽燕庆 有这么一部忽家将的书 再之后 老忽家 默默无闻了 老高家 老郑家 就两半 说得过去 再往后 也不成了 可你老杨家不成了 你老杨家 世代中梁啊 谁不知道 七郎八虎 闯幽州 谁不知道 六郎杨燕昭 谁不知道 少帅杨宗宝 大破天门镇 混天侯 木桂英 这么多人物 这么多功绩 你杨再兴 作为阳门之后 你现在 占山为王 落草为寇 你成一响马 你对得起 你们老杨家吗 故而出此一问 说到这儿 咱得给您交代一句 交代什么 杨再兴这个人物 史上 确有其人 你要看 宋史 有杨再兴这个人物 但这个人 可不是 杨门之后 这是我们 说书的老艺人 为了给杨再兴 刷骰 增光天彩吧 给他割成 杨家将的后人 但实际上 他还真不是 杨家将的后人 您别看他姓杨 姓杨的多了 咱不能都给他 安成杨家将的后人 他的父亲 也是一位抗金名将 叫杨邦义 这个邦呢 就是邦交的邦 帮忙的邦 把下边这个金字底去掉 义呢 就是这一瓶一那儿 你看这字挺有意思 一瓶一那儿 这念义 一瓶一那儿 中间再加个点儿 还念义 这个差点一笔啊 没关系 都念义 但意思可不一样 这个没有这点儿 就光这一瓶一那儿呢 这是安定的意思 所以说您看 他叫杨邦义 也就是有 安邦定国 这个意思在里面 杨邦义是抗金的名将 死得很惨 金军进攻金灵 进攻建康的时候 被金军俘虏 拒不投降 最后被处死了 这在历史上 这是青史留名的人物 您听我说过 明英烈 明英烈到后来 朱元璋应天府登基 定都南京的时候 洪武元年某一天 朱元璋登上金陵城楼 谁陪着呢 大军师刘基刘伯温陪着 朱元璋来到城楼之上 这一看 六朝古都 现如今 我已然定都南京 愁愁满志 就问刘基 说在这金陵城上 自古以来都有多少忠烈 刘基重点的提了一个人 各位 就是杨邦义 就因为杨邦义 不投降大金 最后惨死 朱元璋 那是很加赞访 所以说您就由杨邦义就能看出呢 郑史上确有其人 这确实是一代名将 那么杨再兴 是杨邦义之子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长江水后浪推前浪 杨再兴的地位 不在他父亲以下 那么在我们评书里 为了让大伙听着更爱听 更提气 好 把杨再兴说成是杨家将的后人 最后杨再兴死在小山河 这个 郑史跟评书是一样的 日后后文书会给您说到 所以说呢 杨再兴其实 不是杨家将的后人 也就不是山后人 杨邦义呢 实际是江西 今天的江西极安 所以按正史算 杨再兴也算是江西 但按咱评书来说 那就得把杨再兴说成是杨家将 就是山后杨再兴 所以岳飞才这么劝杨再兴 杨再兴一听 微微的冷笑 岳飞啊 话我都懂 我们家世代忠良 我能听不懂你这些话吗 可有意见 现如今皇上昏庸无道 宣和皇帝 重用的是谁 菜经高求 同贯养俭 一众奸臣 而且啊 引狼入使 哎 连落大金打大辽 把大辽灭了之后呢 大金旧事也就进入华夏 这才丧权辱国 至使啊 哎 有后来这一场大乱 灰亲二弟 被裸至北国 坐井观天 而当今的皇上 而当今的皇上 偏安于异于 就在临安那待着 并不思想如何抱着国仇家恨 这样的皇上 我保他何用呢 啊 岳飞 这样 你别劝我了 我劝劝你吧 你别保皇上了 咱俩来了 你我二人占据这一座山东九龙山 互相帮衬 互为榜壁 日后夺下中原的江山 你我平分江土 你看怎么样 岳飞一听 我没劝上他 他倒劝上我了 哎呀 杨将军呢 生是宋人 死是宋鬼啊 既是大宋朝的子民 那就理应为大宋江山出力报教 怎么能反大宋 应该一致对外咱们打大金 别说了 岳飞 斗口无用 你有你的枪 我有我的枪 你我二人当场一会 你看如何 岳飞点点头 也知道这事不可能就此罢休了 必须得啊 武器之下见真争 得动动手了 好吧 那既然这样 杨将军请 请 两个人各道一声请字 各位 好看了 为什么 这二位这穿着搭板这模样 连兵刃带马匹 几乎一样 都差不多 岳飞也一身白 杨再兴也一身白 都骑白马 都是银枪 全凑一块了 两个人 好这一交手可太好看了 所以您看 这评书里也有个定式 就是很多大将 都穿白 穿白的居都 赵云 赵子龙 六郎杨燕昭 今天岳飞跟杨再兴 说为什么呢 正好那天我看了一个文章 写什么呢 写这个 男人呢 穿白色的衣服 能增加12%的性感度 就说这个男同志 穿白的好看 所以你看好多 漂亮的帅哥 穿个白衬衫 穿个白T恤 要不然呢 戴个白帽子 要不然底下 白色的礼帽 这没问题 您别往厨子那儿想着就行 穿个白皮鞋 手里再煮个文明棍 这有点呢 手里煮着泵白的白拐棒棍 都带典故的 好看 所以说的 刚才正好说到这儿 岳飞也是白的 杨再兴也是白的 喝这二位这一打 好看了 杨再兴呢 也有令在先 别看带着500楼楼兵下山 这楼楼兵啊 都退出去 不让这些人帮兵助阵 杨再兴也知道 这些当兵的上来 还不够添乱的 岳飞这边早有嘱咐 众将三剑之地以外 这儿等着 所以说就在山脚之下 岳飞大战杨再兴 不给您浓墨重彩的渲染了 说越全传一句话就带过 两个人打了多少回合呢 三百余合 您听评书啊 常听这话 服不服 不服咱俩来来 大战三百回合 竟说 真打三百合的没有 很少 极少极少 今儿您听着了 岳飞要想收杨再兴 这力气废的 头一天 打了三百回合 天色将晚 岳飞把大枪一收 杨将军 你我是修兵霸战呢 还是咱们 学习老前辈 硬硬点呢 什么意思 修兵霸战呢 各回各营 你回你的九龙山 我回我的大营 要说学习学习老前辈呢 咱就来个挑灯夜战 加梦温 张飞对马超 咱俩也不像啊 老前辈咱别学了 咱约明天再打怎么样 好啊 听您的 两个人道好说好商量 头一天就打到这儿 不打了 约定第二天再来 第二天照旧 岳飞带人 三剑之地以外 杨再兴带人 这人都退到山脚以下 两个人接茬打 又打了半天 还没分胜负输赢 俩人一商量 干脆 中午啊 歇歇 歇过来 下午再来 好 各自回去吃饭 不提 然后到下午 两个人各就各位 第三次交手 这儿正打着呢 由达远处 来了一哨人马 这哨人马谁啊 长子岳云 压梁运草而来 方才咱给您说了 岳云的职责 是压梁官 岳云把梁草催至军前 按说呢 应该交代 梁草啊 进大营 点数 收起来 岳云这任务算完 可到这儿一看 没人 人干嘛呢 都在两军将场 看热闹去 都不想错过呀 这场熬斗的机会 都要看看 岳大帅怎么收服杨再兴 所以岳云到营寨这儿 一看没人 一打定 说都在前敌呢 岳云这人也好乱呢 一听说我父亲跟人打上了 我得瞧瞧 梁草暂且安在这里 岳云一起马 可就来到两军阵前 到阵前 岳云这一看 呵 好看 真不雅似 是两团锐血一样 我爸爸这是跟谁打呢 不认识 岳云那正瞧着 身旁边 马挂轮铃声响 二爷牛狗来了 爷们儿 回来了 二叔 回来了 看见没有 你爹 跟那贼打呢 那贼叫杨再兴 咬两下子 二叔我都不是他的对手 您不是他对手正常 我父亲打的还这么费劲呢 您不是他对手很正 这小子怎么说话呢 你也不知道捧捧你二叔 瞧见没有 赶紧过去 你过去 你们爷儿俩 把这杨再兴一擒 咱这战事就算结束 咱好笨太虎 快去 哎 岳云你倒问问 没问 岳飞那刀率令岳云哪知道 他刚来 牛狗这一说 让他助阵 岳云一催坐下马 掌中一队 雷鼓蹦斤锤 来到阵前 父子二人 要双战杨再兴 各位 到底杨再兴 能否收服 谢谢各位 咱们是下周 再说 咱们是下周